上台主席 各位好 首先我跟孫生抱歉 因為我們提問時間只有10分鐘 那剛剛我那個問題就進入暫白 那我相信很多人有興趣還是想要繼續問問題 那我剛才討論的結果是說 因為我們今天的內容會在科學一堂七月號去整理裡面的內容 如果說各位對今天的講者有任何的問題來不及發問 或是因為時間有限的關係 那歡迎您把問題Email給我們 剛才好像說我們有Email的網址 我們這個科學月刊社的Email網址 SCI就是Science的前面三個字 然後Mouse是月刊的Science SCI Mouse Gmail.com 那歡迎您就是繼續提問 我們會把這個問題 待會轉交給這位講者 那請他們回覆一起整理在這個 科學月刊的這個七月號 OK 好 那因為時間有限 那我們就先歡迎第一位講者 這個伊朗大學生物紀念工程系的主任 周立強老師 周立強教授 來分享他的這個 提供示範一下 主持人董事長 還有各位先進專家 各位來賓大家好 那我今天這20分鐘主要是大家分享 這伊朗大學生物紀念工程系 在過去對TTK競賽的一些經驗 那還有對一些實作競賽的教育價值的一些的心得 還有他的看法 那我今天的內容大家分子四個部分 就是引言 然後再來是這個競賽歷史的經驗 還有是檯面向的問題 那最後的是捷語 首先是引言 這個TTK的競賽其實它就是一個大專院叫 創設計製作競賽 它主要是由教育部技師在推動主辦的 那由TTK文教基金會來贊助 它是目前台灣歷史最久 然後最具規模的強度 提升於大學的機器人的競賽 從1997年到現在 是到去年為止已經20屆人 然後今年是即將邁入到21屆 這個TTK文教基金會的宗旨 他跟我的一個人生觀非常的符合 因為他就是造就有用的人產 服務社會 然後貢獻國家產業發展 那一安大學 社會金工的七師生團隊 在2007年的十一切付出參賽的時候 比獲家機喔 大概從這一張的照片上面 大概就可以看到 到我們所獲得的獎盃 還有那個整個競賽成績 都相當的不錯 那其實很多外界對於 宜安大學改制後的 非技職院校的學生表現感到好奇 而且是印象深刻 他們都會跑來問我說 你這個學生是怎麼帶來的 說他們的宜安大學學生 基本上的資質是屬於中等的程度 在這樣子一個全國的一個大學的機器人 實作競賽裡面 都有可以進入到決賽 甚至有時候有幾年都會拿到冠軍、亞軍、季軍、戀軍 就是從一二三名、四名的機會都有 那我首先來談我們整個競賽的歷程經驗 那我把 我把這幾年參賽的這個經驗 我把它整理成一些的經驗法則 那首先參加這個 在準備這個競賽的過程當中 就是有所謂的軟實力跟硬實力的部分 那硬實力的部分 它是屬於技術的層次 那以機器人實作競賽 它是需要專業技術 那它的專業技術就是 以機電整合的五個區塊 那這個部分是比較專業性的部分 我大概就是簡單的帶過 那軟實力的部分 它是一種系統運作的層次 那 右邊的部分是對於做機器人來講 它有關於是電控的部分 還有包含程式的部分 還有控制車類的部分 左半邊是有關於機械設計 跟機械加工製造的部分 還有一部分是工廠作業的部分 那 那機械電是兩個不同的系統 那你中間的連結包含了 在整個學生在準備的過程當中 他要了解到溝通協調 成本的進度的控管 跟物件採購等等 那整個組成起來 就是一個團隊的工作 那這個部分 那在整個組成起來的過程 它是一個以人為主的系統運作 那我歸納起來 大概會經歷過三個過程 第一個過程是關鍵技術能力的出品 它包含資料收集 初步的模擬試作 還有這個沙環推演 這我稱之為外公 它是屬於專業技術的這個部分 第二個過程就是建立專案執行的團隊 這個就是所謂的內功軟實力的部分 第三個過程要建立可行的方案 那它就是要有內外公的建築 就是它技術層次跟軟實力的部分 這兩者都要建築 它包含資源的取得的途徑 還有進階的沙環推演 還有模擬試作 還有成本效率評估等等 像這些 這個在整個過程當中 學生都要具備這方面的 能力 那為什麼要建立專案執行團隊呢? 因為我們是把整個石若基 在當成是一個專案計畫在執行 唯有透過這樣的平台訓練 在學生批業之後 你才有辦法直接跟業界所謂的接軌 那整個的組合就是希望在一個團隊裡面 每個人都有優點跟缺點 那我們基本上是節償不斷 發揮到整個團隊的一個最大的效益 那在建立可行方案過程當中 我大概歸納出來四個程序 這也是所謂內外空間具 那你包含掌握問題的關鍵點 提出解決方案 模擬及沙環推演及執行呈現方式 那這一些或許大家都很知道 但是說在整個過程當中 是要把它確實落實的 而且要能夠教導到學生要有這樣的一個觀念 那整個進展過程中 學生一定會激勵過決策 像這個所謂的策略的這個部分 包含執行還有危機處理的這個歷練 那這個地方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一個好的目標的策略規劃 那在資源不是很充分的情況下 那要有效的資源要有效的運用 有一項很重要的就是你的方法一定要對 一定要正確 然後要能夠貫徹執行 在整個過程當中一定會碰到一些問題 這時候你要能夠即時的反應調整應變 這是學生在準備整個競賽的過程 當成是一個專案執行計畫的時候 必須要擁有的四項 四項的所謂的軟實力的部分 也就是所謂的內功的部分 那我特別一提的說 TVK這個競賽它除了技術層面以外 它還有一項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是創世設計 它必須要結合了科技與人文意向 那我以第十九屆為例 十十九屆它的機器人的一個主題 是文武雙全 科育不可求 那它是用成語科育不可求 那它這個科育的這個意思就是要用科技 不可的意思就是有書 文 球是打球的意思就是文武的部分 所以它要求的機器人要能夠拿筆寫字 及運球投籃 就大概是這兩個主要的功能 那我們在整個設計上運用的創思 然後結合了科技跟人文的意向 這個是在去年代的那一隊 叫真西游機隊 那為什麼取名叫真西游機隊呢? 因為它一個比賽的團隊有四個成員 剛好西游機裡面 包含唐真跟這個豬八戒 還有這個孫悟空還有沙悟正的人 剛好是四個人 再加上機器人本身就是做成白龍馬的造型 那整個西游機的過程當中 其實它是文武這個雙拳的一個表現 因為它要運用智慧 克服總統的難關才有辦法取得西游 那我們就是以這樣的一個結合了科技跟人文的意向的部分 當成是參加這個比賽是一個說故事的方式 那我這邊接著是要放一段影片 那因為這個時間只有20分鐘 那這個影片也是學生的一個創作的部分 它把整個準備接下來的過程 它以微電影跟說實際的方式呈現整個歷程 那這個本來這影片一共是有10分鐘 我們是把它後來剪成4分多了 你看 這波也是有13個人的創作 有12個人的創作 這是我們師前的沙漢堆 這個競賽大概幾個人時間 大概要半年到12個人的組合 所以這次是有12個人的創作 所以這次是有12個人的創作 怎麼用收拾攝影畫作為電話來呈現 在什麼組隊競賽 蠻對的動力也有情緒 你會以為工程師女生 男生的專輯其實女生有很多女生來參加 uprising strangervers to say 艦亞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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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ombia 在臺灣分大體是在 臺灣分大體是在臺灣分大體 謝謝你辦的 你知道我們對的是 反正還有後輩 好 有一個是 也是有四個歲月 就是那個 兩根雞 雞骨壓頭 今晚期待人的蛤蠻形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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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準備整個競賽的過程當中 會遭遇到教學裡面跟社群經營裡面的問題 那學生要去參加這個競賽 他一定要有某種專業的技術 他才會化學客戶的問題 那我們是要如何去化學客戶的問題 教學面就分成所謂的專業技術養成 跟全畫面才培育 那社群經營裡面的話 包含師生之間、隊員之間跟幕後群之間 在整個過程當中都會有摩擦 都會有一些問題出來 那這個部分都是要去客戶解決的 那成校面當然是有型的 還有一些無型看合見的成效 那在整個學生的那個學習過程 在我們系上來講 我從他們大一、大二進來 我就是所謂的示範導演階段 培養他們對於這個專業方面的認知跟參與感 然後去所謂的做中學、學中做的部分 到了大三以後就開始做思考的訓練 那就是理論跟始作的結合 那就是所謂的臨摹跟端響的階段 就第三個階段到了大四之後呢 就包含技術應用的輸出 那是創造力的激發 那學生要能夠舉一反三、觸類旁通 到第四個階段就是所謂的專長在進化 那是已經進到措施範的 我希望我系培養的那個學生 能夠清出兩根聖影來 那整個的部分就是在培養 我們在強調始作的同時 我們再加了兩個元素 就是創意跟思考 就是加了整個創意跟思考 配合整個課程 然後養成專業技術 我們最終的目的是要培育一個全換位的那個人才 那我們在整個課程當中 從紀元期到高年期來講 像紀元期的話就是比較是屬於課堂的實習跟始作 那它到一個程度的時候呢 那有在往向再加了一些課程 就會把證照檢定的部分加進來 在往 比如說我們大概可以分成一二三四五 就大概從大一到這個所謂碩士班的等級 那都按年級 那基本上到了第四重的時候 就是已經參加消費的專業技術在部分 那大概都是已經到了四年級的時候 那第五重的話就是有所謂的業界專案實習 基本上學生畢業出去的話都能夠找到很好的工作 那業界也很喜歡用我們這個我們系畢業的這個業生 那有關一面向的部分 就是社群性一面的部分呢 在整個準備接下來的過程當中 溝通表達是很重要 這是我這二十年來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怎麼溝通表達 那要如何溝通表達 一定要有一個共同交集的人事務 會讓事情更容易地運作 那就要營造這個師生團隊的這個默契環境 那要從事共同的社交活動 那例如一起去看電影 那看電影這個東西 其實我們在整個過程當中 它還有更深的那個層面 就是培養大家的共同話題 讓事情比較容易溝通表達運作 那我在整個帶學生的過程當中 我的師生的關係我是採用師徒制 那師徒制當中我把三個元素融入進來 情感 就是所謂師生油棄 所謂的敬業工程輪移負責 還有專業 這些都是都要到業界裡面去 所要批養的一個元素 那老師的部分就是以身作則 那其他的成效面的話 當然是學生他會有一些有型跟無型的一些訓練 那主要的話就是學生從大一進來 一直到畢業出去 他可以從E咖變到A咖 到出事的時候他也不要到大兩場或全局 那我在整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老師跟 就是說在課程裡面扮演的角色是老師跟學生 那就算我們不是這個非一般技術體系大學生 學理的應用跟實作技術的訓練 兩者交叉的運用 這是最有效的訓練方式 那華人社會都是比較注重這個文憑的 那我基本上我就想到說 學文憑若加實作技術兩而 部分相結的話 是比較符合所謂的這個民情的期待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在整個實作當中 當然是又有師徒制的這個元素在裡面 那要結合的專業情感跟負責的要素 融入整個學習的生態系統裡面 我這樣做的目的主要是讓學生 整個潛移默化而融幕 然後他到業界裡面去 他都自然而然 他的基本的核心能力 他各方面的這個工程人員的素養 這個團隊的精神的 這個部分都可以養成 那在整個的競賽過程當中 當然是扮演教練跟學生的這個部分 那透過整個的競賽過程當中 溝通、統整能力、團隊精神 這些學生都會學習到 那最後就是要培育一個創世性實作技能 及團隊合作素養的人才 這是我代整個競賽 我向今年已經要進入到21年 那由整個以來帶來思考進行方式的 思考團隊參與創世實作競賽的歷程 我來看待整個技職教育的新面向就是 實作技能還是為主要的 但是我加了創意思考跟團隊合作 這幾個元素 融入在整個課程 還有在整個競賽的過程當中 還有在跟整個學生的相處當中的 所謂的思考制的部分 整個融入在裡面 以上是我的包包分享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周主任 如果有問題的話 待會就提問 那我們現在趕快就邀請下一位講者 下一位講者是台北科技大學互動設計系的教授 曹小月教授 好 我們歡迎曹小月教授 請問各位貴賓 我叫一下檔案 不好意思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大家的邀请 那我目前就是任职于台北科技大学 那我所在的系所是互动设计系 那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一个概念是 制造者时代的一个设计趋势 因为我本身是设计学院的老师 然后从前年开始负责学校的一个 Megaspace的空间叫点子工厂 那在谈这样子的一个议题之前呢 就有几个关键的一些词汇先跟大家介绍 我们等一下会讨论到跟Maker有关的一些概念 还有制造者的运动以及Megaspace 那从Megaspace开始 还有整个的制造者运动 在2004年开始在 我们右上角的图片 MIT它的Favorite Lab开始 在全球风起涌化和旧金山 东京深圳 然后到台湾的部分呢 也大概在差不多20809左右呢 被引进台湾 那我们学校呢 是被赋予教育部的一个任务 是从前年的年底开始呢 希望在北区有这样子的一个制造基地 可以让北区的朋友呢 不管是他是国中国小 或者是他是独立的设计师 都可以到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去 操作这些机具 享用这些空间 所以在整个的空间设备上呢 我们有别于就是一般大学的实验室 其实我在大学里面教书 已经教了十几年了 但是对于隔壁的同事啊 或者是不同系所的一些同事 他们的实验室的一些研究成果 其实是非常陌生的 那可能要透过开会啊 或是合作的讨论才会知道 因为实验室它有可能是专利 或者是知会产产权的一些考量 它都把门大 他们的实验室的门是蛮紧闭的 它不会open给大家参观 可是在MATSPAX里面 它强调的是cold walking 它强调的是share 强调的是共享经济 在这边把你的创意进行实践 所以我们在整体的室内空间 到家具的设置上面 我们都希望是比较明亮的 然后穿透的 你可以看到彼此的一些 很有趣的一些研发成果 那在这边呢 你就随意的可以搬动你的桌椅啊 然后进行讨论 那我们也提供了就是 进驻的MAKER们 他们有一个相关的一些设备可以使用 包含我们大概有20几台的3D表机 然后雷射切割机CNC 还有我进入之后呢 所指导的这个VR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设备 让进驻的创客都可以免费使用 这样子的一些几具设备 所以在这边呢 它就非常快速 而且呢 可以跨领域的把它的创意 做一个快速的Prototype打样 然后进而跟它所 比如说目标的业者或对象去进行对谈 那在这边我们从它 可能没有什么概念进入 到最后我们希望它往 创新创业Marketing的部分 给它非常多的一些辅导 所以提供的是所谓的一站式的服务在这边 那目前呢 我们进驻的创客的 或是Maker的类型呢 我们是用社群来区分 大概有几个不同的主题 就是有像钢铁人 也是算我们非常受欢迎的社群 他们每个礼拜一都会在我们这边分享 然后开课也欢迎大家 就是免费的来聆听 那我自己带的是VR的一个社群 跟徐Maker的社群 然后还有像金工啊 或是鱼菜共生 无人机等等的一些相关的社群 那这些Maker呢 他进入我们的空间之后呢 他除了帮我们其他的 不管是学员或是学生 来开设一些相关的课程 然后来推广他们的创意之外呢 我们也协助他在展示 媒体曝光的部分呢 帮助他们就是获得更大的一些支持 那但是呢 到就是我服务就是从前年底开始嘛 我的观察啦 其实跟我们学校的状况蛮像的 我们是一个这个台北工专改制的科大 所以在性别比方面 其实一直是蛮失衡的 我进到学校的时候 学生大概是9比1这样子一个比例 9当然是男生啦 1是女性这样 那现在稍微好一点了 经过10年的努力 大概是8比2这样子的比例 但是我到了Maker Space的空间之后 我发现可能我不进去